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又到了我們久違的戰利品分享系列 那這個系列呢,本來我都是放在穿搭這檔式裡面 那我之前有說過就是以後啊 不管是戰利品分享或者是開箱 我都會放在這個主題 就是散彩矮子系列裡面 所以跟大家在這邊再宣傳一次這樣 那其實我陸續都有在買東西啦 其實有時候就是買一項覺得拍好像太少 就想說等一下 所以我就越買越多 然後累積太多之後就有點拍不完這樣 對,就是 嗯,對 好啦,我之後會多拍一點 就是讓大家可以有東西參考這樣 好,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近期購入的三項 我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OK,那差不多說,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 後背包 會買這個的原因呢,主要是因為我上一個後背包 就是 這個,remixed 已經用了非常久了 從我高二用到現在吧 就是 七年多了 而且它有些地方都已經就是破掉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時候換一個 應該不為過吧 那這個我新買的後背包呢 跟我之前介紹的這個小包 都是同一個品牌的 FCE這樣 那它是來自日本的品牌 然後專門做outdoor的東西 所以東西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很好看 不過就是有一點小貴就是了 但是呢它整個包都是使用 Cortura 950材質去做的 非常耐用 買一個可以用非常久 所以我覺得 這種東西應該是非常值得投資一下啦 那我會選擇 這一款的原因呢 第一就是因為它的外表真的是 超帥的 就是它這個包啊 本身是有點類似登山包 但是經過改良之後 整個帥度就是你知道 勃起來這樣 而且啊 它這四片皮革的點綴真的是 畫龍點睛 不得了捏 最後啊就是它整個包的大小 我背起來剛剛好 不大不小就是非常和諧這樣 所以呢真的是 優 近期看到最愛的後背包就是這一款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它的內袋非常的多 因為 以前這一款後背包啊 如果你是上課背的話 它的內袋還夠用 但是如果你是出遠門的話呢 東西的內袋就只有這一個而已 所以就是明顯不夠用 你找東西會非常麻煩 再加上呢我現在因為 拍片 所以東西給息變得超級多 所以這個呢 就 不行 那 這一款呢 它就有附上了 這些內袋 然後還有 這一層內袋 就是非常多層 然後旁邊這邊也可以放我的腳架之類的東西 所以就會方便很多這樣 而且它因為有相機那些東西 所以就會變得很重 這時候呢它就有附上這一個 這個 扣袋 你背的時候呢把它 扣起來 你的負重感就會明顯降低非常多 這個 很實用 所以呢如果你近期有想要購入後背包 然後又剛好有一點預算的話 這家的東西我真的是 蠻推薦的 算是我近年來比較願意花多一點錢去購入的包包品牌 因為太多分的錢都拿去買衣服了這樣 那這個呢不僅外表好看 然後又兼具實用跟耐用性 所以呢 推薦給各位囉 再來第二個呢就是這個 娜娜米卡的五分帽 其實我以前非常喜歡戴五分帽 但是自從我就是上次有說 Supreme adding黑色變成這樣子之後呢 我就非常少戴了 雖然說手上是還有米彩跟黃色這兩個顏色 但是如果就實大性來說的話呢 還是黑色比較好搭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有沒有素面的黑色五分帽這樣 但其實非常難找 因為大部分的品牌啊 他們就一定會有logo或是品牌 我就不想要 那平價的呢 他們可能是素面 但是大部分的材質跟他們的帽型都不太好看這樣 所以就真的非常難找 那直到了這個月的月初呢 終於 找到了 這頂帽子呢 完全符合我心中對五分帽的完美形象 就是整體很素 只有兩側 有一個小logo 材質的話呢 它內裡 是GORTEX的 所以整個質感沒話講 再來呢最重要的就是帽型 它的帽型呢戴起來非常好看 因為很多品牌的帽子會做得非常的硬 那看起來是會非常挺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就是 不太自然啦 那這種軟硬勢中的 我比較喜歡 那這頂帽子呢 我是找代購在日本買的 所以台灣我不清楚哪裡有買這樣 不過如果你近期有要去日本 或是你的朋友要去日本的話 真的可以請他去幫你看一下 因為 這頂在我現在的全部帽子裡面排名 應該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了吧 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歡 那如果你很愛帽子的話呢 真的 可以考慮一下 第三個呢就是 項鍊 是的 我終於找到自己喜歡的項鍊了 這家Cabro呢 是我在西門 某一次逛街的時候 無意間在成品發現的 那我之前就有說 其實在台北啊 男生的飾品相對女生來說 真的少非常多 然後我自己又非常挑 所以就一直找不到喜歡的 終於在這一家 發現我的菜了 就讓我來給各位客觀 介紹介紹唄 那我一共買了兩條 第一條就是這個 Gameboy的 這個真的超級帥 我當初就是因為它 它才被吸進店裡面的 因為 Gameboy耶 小時候實在關心什麼 Supreme還是Offer Gameboy才是最潮的好嗎 而且它還有附一個 小細節就是說 它裡面的卡夾呢 是可以拔出來 然後就變成是一個 有兩個墜子的項鍊 就是非常的帥 而且它還有附一個 就是這個 Gameboy的盒子 所以這東西呢 就算你平常不戴 放在房間裡面 當收藏也是 夠帥的 再來第二條呢 就是這個 手榴彈造型的 因為我平常的風格有兩種 一種就是比較偏向街頭嘛 那另外一種就是軍工裝 所以前面那一條 Gameboy是否比較街頭的 那這一條呢 就是否軍工裝囉 而且它這個手榴彈 非常特別 不是一般的手榴彈 而是它前面有附上一個 鯊魚的圖騰 那靈感呢是來自於早期 飛虎隊P40戰機前面的 那個鯊魚圖騰這樣 那這條呢 我真的非常喜歡 算是能夠讓我平常的軍工裝 穿搭能夠再多一點 細節的好東西 那這家Cabron 它們的位置是在於 西門的武昌成品四樓 然後現在還有 就是指定商品八五折這樣 啊不過 不知道那什麼時候啦 那這個呢 不是業配 真的不是業配 只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然後推薦給各位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北部 然後想要找一些特別的飾品的話 這家推薦給你囉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三個戰利品這樣 那這次呢 主要都是偏向於 視頻類 本來是想要連服飾的一起介紹 但是就是因為 想介紹的蠻多的 所以 怕影片太長大家睡著 這樣 因此呢 服飾戰利品介紹 我會在下支影片 再PO出來 那我要再次強調就是 戰利品東西全部都不是業配 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 然後覺得品質還不錯 就推薦給各位 就是 分享一些戰利品 然後讓大家有參考這樣 好記得到這裡 想要幫大家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還有IG 那我任何喜歡的話呢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機系列 隨意 你 ается 還沒什麼 去 是 難閉 這是 感覺